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我们是曼彩少爷哈! 请多多计较! 大家好! 请多多计较! 嗨!今天的主题是 《曼彩少爷的周末新闻》 耶! 卡拉鲁鱼! 耶!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? 第一个新闻是关于吃的 这个披萨他又推出了新口味的披萨 叫做 花生汤圆披萨 又来了! 又来了,特别口味的 什么公司卖的? 披萨他 耶! 果然是! 谢谢你! 披萨他真的很厉害 对 我现在有印象他们有卖过 通骨子拉的披萨吧? 没有沙士一起合作 你吃过吗? 没吃过? 我吃过 真的吗? 好吃吗? 莫名其妙的味道 可是好吃是好吃 我两个都喜欢 可是我老师说我想要分开吃 哈哈哈哈 披萨跟拉面 不要一起吃 好好好 可是他真的很喜欢做特别组合的披萨 对 还有吗? 有,他之前有出过臭豆腐披萨 爱吗? 珍珠披萨 哦 还有一个红豆抹萨 哈哈哈哈 那么这个其中里 你自己想吃的披萨是什么? 咦? 我比较喜欢普通的 普通的? 臭豆腐披萨 臭豆腐披萨 有兴趣 嗯 我喜欢吃臭豆腐 所以很有兴趣 那应该 我会觉得 一定要一起吃吗? 哦 哦 日本的话纳豆披萨也有 有吗? 有有有有 嗯 啊 那好吃吧 哈 不是披萨 吐司 嗯 对吧 早上有吃过 对吧 所以纳豆臭豆腐披萨 什么呀? 太奇怪了吧 纳豆臭豆腐已经很奇怪耶 臭臭纳豆腐 太臭了吧 嗯 我要问你们日本人 哎呦 什么 小龙包好吃对不对? 没错 为什么要煎到鯛鱼烧里面呢? 有吗? 为什么要 哈哈哈哈 这个都合不 不会跟你一样 想问日本人 为什么 我代表台湾人感到愤怒 好 还有还有还有 珍珠奶茶口味的 沾面 为什么 还有麻婆珍珠豆腐 为什么 真的呀 为什么 台湾人很生气哦 不是台语友好的啊 珍珠奶茶 炸面 不是只有珍珠吗 有奶茶 有奶茶 所以算是甜点吗 哇 完全不懂了 只有珍珠的话 它没有特别的味道吧 是口感 QQ的口感 所以应该可以 人家奶茶 哇 而且我那时候看到 它好像是 因为店家 它是限量的 还有人特地去排队 根本就买 吃不到这样 哇 太热了 真假的 哎哟 但这个呢 很奇怪的组合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要做看看 好 因为呢 我有听过 欸 你喜欢 那个 微油沙拉吗 哦 微油沙拉 喜欢 枕菜 但其实呢 一开始 卖这个 微油沙拉 放短的时候 很多人下意掉 对呀 为什么微油 又叫美男子 太奇怪了吧 哦~~~ 但是呢 現在在日本的便利商店 放短期中 最受歡迎的放短期是這個 哦~~~ 如果下次新的商品 很奇怪的商品的話 我們在這邊試試看 那接下來是 第二個新聞是 泰國有一對情侶啊 在普吉島海邊散步的時候 就走一走 就看到前面有一大堆垃圾 然後好像有點臭這樣 然後結果他們走進一看 然後發現裡面 有一個黃色 好像黃色的一個石頭 然後我們想說 欸 該不會是 他們就趕快把那個東西帶回家 檢查之後發現是 龍仙香 那個石頭價值 1500萬台幣 咦~~~ 台幣 沒錯 就算不而已 可以達到1500台幣 我們不要拍Youtube了 要去海邊呢 趕快去 趕快去 為了賺錢了 呃 超級 可是你知道嗎 精油吐的東西 變成那麼高級的 對耶 聽說 化妝裡面 也有 對 化妝品 香水 都會用到 可是味道太臭吧 為什麼 因為那個龍仙香 它已經變成 就它已經不是單純的呕吐物了 它已經變得像石頭 像結晶這樣 它不是我們想像那個 喝醉酒的那種嘔吐物 不是不是 我喝醉了之後 常常吐 有可能 賣的話 變成金塊的感覺 我一定不要賣啊 我的吐的東西 變成 漂流的金塊 不是 漂流的垃圾 你有給很多人錢啊 不好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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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說 台灣也有這樣的 對 但是是之前的新聞 在蘭嶼 也有一個男生 點到這個龍仙香 所以台灣也有這個龍仙香 對 我們要去離島吧 OK 或者是 我們要去水族館 為什麼 如果在水族館打光的話 我們可以偷偷拿走 這邊也是可以打到吧 對不對 水族館有鯨魚嗎 充銜的話有 對 對 很大的一兩格 多少錢啊 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 很幣耶 面試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講這個嗎 對 你為什麼要來這個學族館呢 我想要龍仙香啊 可以進入 也不行啊 一定不能通過 好厲害啊 欸 厲害耶 那接下來是什麼呢 第三個新聞是 但是日本現在有在討論說 要不要可以選擇的週休三日制 日本的週休二日變成這樣子的制度 這個我也有聽過耶 那這個不是只有現在的那個 コロナ的時間而已 比如說像是 Toshiba 他也有在討論說 之後看 就是三日會不會比週休二日還要好 他們可以討論這個制度可以延長到什麼時候 這樣 欸 欸 你覺得如何呢 你覺得如何呢 我覺得學生的話一定很開心吧 對 我們不是上班子的唷 沒有工作的話很難過 只有工作三天而已 我們來台灣之後才知道 日本的換假系很多 對 日本的假例這個很多 對 比台灣多吧 對 聽說世界上第三名 台灣呢 台灣第八 我覺得日本有一些 我有點不太懂為什麼要放假的節日 比如說像是 海之日 為什麼要放假 還有山之日 為什麼要放假 海之日真的我不知道耶 應該呢 山日吧 是我們來台灣之後發現的 因為已經開始出假 所以沒有那麼在意的 對 海之日的話 從那邊開始 可以去海邊游泳 這樣的 節日 對 那スポーツの日呢 啊 那個太育の日吧 運動節日 是跟奧運有關嗎 對對對 上次的東京奧運 是10月10號開始 所以呢 以前我們學生的時候 那個節日主辦運動會 嗯嗯 也有這種的學校 對 剛剛那個スポーツの日啊 是因為今年的奧運 所以改成7月 但它原本是10月的第二個禮拜一 已經不知道很多日本的時間 真的 我們來台灣幾乎 改變了日本的節日 對 天荒的 全日也是本來是12月23號 可是現在是改變了吧 對 2月23號 我現在才去 啊 還有一個是文化 不可能的日 11月23號 那個是什麼節啊 為什麼剛剛講 啊 因為啦 對日本人來說啦 秋天是 藝術的秋 藝術的秋天 這樣說 秋天是 氣溫天氣剛剛好 運動の秋 食欲の秋 藝術の秋 之類的 有很多 後面這秋就可以做 是 是 睡眠の秋 應該可以 為什麼特地做假日 其實我們也是沒有想過的事情 好多耶 還有 招和 應該這個的話 招和天皇的勝利 為什麼只有招和天皇的勝利 因為呢 一起加上天皇的勝利的話 為了你們就每天是假日啊 很開心啊 現在12月23號不是假日嗎 沒有 天皇誕辰成日報移到2月23 現在0號 你知道 也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感覺到 我真的沒有感覺到 改變零河的生活 也是我們一起住在台灣 嗯 所以一點都沒有感覺到 對 有一點我感覺到 現在是民國110年 這樣感覺 我們很常寫這個 對 110 是現在 令和幾年呢 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 我出生的是民國七四年 很棒 這禮拜的週末新聞也很有趣 聊聊聊 謝謝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多多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還有我們有連續的粉絲團 Instagram也有 請多多支持喔 拜託拜託拜託 ではでは またね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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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